小米打氣機 今天要分享小米 打氣機喔 這是一代的 這個已經是壞第二次了 第一次壞送回原廠 他換新的給我 他這顆雷用 我想 打氣不到20次 今天又壞了 他因為保固已經過了 所以也無法送修 所以自己研究 他到底是壞在哪裡 我先給你們 看他的故障 狀況是怎樣 看喔 故障原因 把它鎖上去 正常鎖完喔 我已經鎖到底了喔 沒有胎壓 你看 要打氣的 可以打 但他偵測不到胎壓 亂跳 這個輪胎不可能 PSR75 75早就爆了 所以咧 就是 他偵測不到胎壓 就無法打氣 就是這個故障情形 已經 第二次了 所以咧 哇 我拆完研究 已經找到原因了 今天要分享給大家 他到底是壞了哪裡 最後發現是 這個問題 這個街頭 裡面有一個ALL IN 他有ALL IN 好像有兩個 一個跳出來 這個跳出來 你看 一個ALL IN跳出來 但我這個裝不回去 這個ALL IN裝不回去 所以我把它拔掉 就是這個ALL IN影響掉 他的輪胎的胎壓偵測 因為這個ALL IN擋在 這個 氣嘴的前面 導致 他 偵測不到 輪胎的 壓力 現在我把ALL IN拿掉 我就偵測的到了 可以打氣 你看 10座 這個 令我 我就 不再裝上去 直接鎖 因為這 開太久了 要重插一次 重插一次 好 再鎖 就 偵測的到胎壓了 按我設定 33好了 然後 就 把這個 故障原因 排除 找了一個ALL IN 打氣 會不會準確 測試給大家看 目前 目前把那個ALL IN拿掉 運作都正常 不知道 要是有 有人知道 插在哪裡 再 留言告訴我 好 我用這個 偵測 看 看 30.5 因為有 一點點露氣 好 30.5 好 因為 這個 裝 我要拍 影片 還要 用 會露氣一點 然後 我們再裝這個 偵測 是不是 30.5 要是 就 運作正常 無差 0.5 好 今天 就分享到這邊 教大家怎麼 把小米 打氣機 DIY修復好 好 喜歡 分享 加訂閱 掰掰 補充一點 以 以這個 小米 打氣機 以 一個ALL IN 我說那個 充氣 其實裡面 總共有兩個 一個在外面 一個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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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到嗎 另一個ALL IN 在裡面 啊 我只是把 外面的ALL IN 挖掉裡面 那個ALL IN 還存在 本來是兩個 兩個 都在裡面 但這個 可能 跑得太出來 阻擋 阻擋到 太壓的偵測 所以 我把 另外 外面那個拿出來 裡面那個 我就 沒有挖出來了 所以裡面那個 要留在 要留在 裡面 好 就 分享到這邊 掰掰